员工抽中年会头奖 却没有收到一分现金 只是被老板邀请 体验他奢华的生活 可奇怪的确实 衣衫傍水的豪宅 只有老板一人 而小帅要住的房间 却在暗无天日的地下室里 老板也不藏着掖着 直接跟小帅摊牌 想要拿到巨额奖励 还需要在这继续下班 小帅早就受够996的生活 本想婉言拒绝福报 老板却寻寻善用 提出他无法抗拒的条件 他要做得非常简单 只是为老板设计出的AI 进行图灵测试 作为一名程序员 他很快明白老板的意图 小帅新人接受实验 可见到机器人的一刻 他还是震惊不已 除了镂空的身体包裹着电路 他与人类毫无差别 爱娃走近之后 小帅惊喜地发现 他不但有人类的表情 更惊喜的是 他的脸正是小帅的理想类型 于是在老板的监视下 他们开始第一次测试 爱娃熟练地回答 他天生就会 因为被植入了语言程序 他不必像人类一样 需要后天学习 这时小帅才发现 爱娃能够看到自己 他主动终着实验 并告诉老板 真正的图灵测试 不应该和机器人见面 到了晚上 他躺在床上辗转粉测 由于是否要继续实验 他打开电视想消遣一下 却无意中看到 被监控的爱娃 小帅刚想凑近一点 画面却突然一黑 他想出去看看情况 却发现门被紧锁 等到电力恢复以后 他急忙去找老板 老板就叫他不要再以 因为实验基地建在地下 所以经常出现电路故障 为了不透露实验内容 又不能找人上门维修 只能等待系统自动恢复 至于卧室的门会上锁 也是为了保证断电时 实验不被泄露 虽然小帅同意继续实验 但他很快发现 基地里布置他们两人 夜晚一个女仆闯进他的卧室 女人一声不吭 放下东西随即离开 吃饭时他在知道 他是负责饮食喜剧的仆人 而他只会说日语 很快到了第二次测试 爱娃向他展示自己的画作 可小帅根本看不懂 他建议爱娃多化解人物山水 这却引起爱娃的不满 他竟反向提问小帅 说话间 实验事情再次断电 摄像头停止工作 房门也无法打开 爱娃突然表情一变 他认真地告诉小帅 老板藏着秘密 没等小帅反应过来 电力再次恢复正常 爱娃又变回刚才的样子 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 他把冰冰软软的硅胶 塞到宅男手里 只要用它做成大脑 机器就会拥有思维 他们能选出喜欢的衣服 戴上漂亮的假发 用长袜遮挡裸露的躯体 打扮得和真人一模一样 爱娃走到小帅面前 展示自己心的样子 小帅非常满意 他却跪在地上 小帅明显有些慌张 只好岔开话题 他了解大学时做过的实验 提醒爱娃 人类和机器人的区别 可因为这个故事 爱娃竟对外面的世界 产生了渴望 到了晚上 小帅再次盯着屏幕 画面里的爱娃 缓缓脱去衣服 小帅却突然想起 白天的约会邀请 他十分不解 为什么机器人会产生爱意 于是找到老板 询问是否加载了恋爱系统 老板误会他的用意 直言不讳地告诉小帅 可小帅只想知道 为什么爱娃会向他表白 老板只好把他带进房间 指着一副抽象作品 他认真地告诉小帅 爱娃已经拥有人类的思维 在他无限的思绪之中 偶然迸发出了情感 虽然老板给出答案 但小帅始终觉得 他一定还有所隐瞒 于是趁着再度断电 他竟主动询问爱娃 小帅一直怀疑 断电是老板故意为之 就是为了偷偷监控 爱娃私下里的行为 可爱娃却告诉他 断电是他的杰作 他不想自己和小帅的交流 被第三个人监控 小帅有些难以接受 爱娃的进化程度 已远超他的预期 而且他还发现 自己可能爱上了爱娃 正当他再次会谈时 却看到老板走进实验室 不但对爱娃动手动脚 还愤怒地撕毁他的话作 又一次实验开始 爱娃竟主动提问 确定小帅没有说谎 爱娃拿出被撕碎的话 他一眼就看出 画上的人正是自己 实验室再度断电 爱娃却羞涩地吐露心声 没等小帅回答 他就被叫到室外 老板再次询问 停电是发生的事情 小帅依旧没有回答 只说爱娃拿出 毫无意义的话作 老板意味深长地告诉小帅 爱娃并不是最终产品 他只是测试机型 你当你做一个新模特 你跟老板做什么 我下载了心 拆开资料 如果身体满意 阿娃的身体是一个好的 你对阿娃的身体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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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帅不禁有些错愕 他急忙为老板倒酒 希望岔开这个惨酷的话题 可和最后的老板 又说出一个真相 小帅并不是被抽中参与实验 而是他入侵员工的手机 通过数据分析 找出了最佳人选 甚至是在爱娃形象时 也参考了小帅的喜好 小帅突然觉得 自己就是只小白鼠 他迫切想要知道 老板背后还藏着什么秘密 于是删着老板最早 他偷偷拿走身份卡 反向入侵了他的电脑 可眼前的真相 让他更加难以接受 早在爱娃之前 老板已经制造出 大量人工智能 他们拥有智慧情感 却无法控制自己 小帅被选来参与实验 就是为了让爱娃 进化出更高阶的情感 他撕开脸皮 露出机械骨骼 男人难以接受 急忙冲进厕所 看着镜子里的样子 他怀疑自己也是机器人 扒开嘴巴检查半天 也没有发现任何异样 但他却还是不放心 手忙脚乱地拆解剃须刀 取出里面的刀片 对着自己的手臂 毫不犹豫地划开 直到鲜血流出 他才确定自己是个人类 可这并没有让他感到安全 他愤怒地将镜子砸碎 因为他知道 自己随时随地都在被老板监控 老板骗他中了大奖 诱惑他来参与实验 这提前入侵他的手机 根据喜好指导出人工智能 更令他继分的是 在实验中 他竟对人工智能产生了情感 而这正是实验中的重要部分 为了报复老板 小帅决定带着爱娃逃走 他让爱娃切断电源 向他说出逃跑计划 爱娃学要做的 就是准时切断电源 虽然计划非常完美 但到执行时 却出现了意外 老板仿佛预料到他的意图 并没有接过酒杯 甚至告诉小帅 自己已经戒酒 还用矿泉水和他碰杯 小帅只能尴尬地喝酒 掩饰自己的慌乱 看他手足无措的样子 老板也不再隐瞒 他趁上次撕毁爱娃的画作 偷偷在实验室里 加装了无需供电的监控 小帅和爱娃的计划 全部被老板拍下 他甚至以爱娃的智慧 并不会爱上小帅 之所以表达爱意 只是为了借助小帅逃走 一无所知的爱娃 还是按照计划 准时切断电源 老板还在嘲笑 他在无意义地尝试 小帅却告诉老板 早在上次醉酒时 他就改写了安全程序 现在断电之后 所有大门都会打开 电力恢复后 爱娃已经逃出实验室 老板非常愤怒 一群将小帅打晕 此时爱娃遇上机械女仆 并且交换了数据信息 当老板赶到时 爱娃直接冲了过来 将她扑倒在地上 老板却反手将她压住 愤怒地打断她的手臂 可她怎么也没有想到 身后的机械女仆 竟举刀刺进她的后背 虽然她满脸不可置信 但还是愤怒地 敲碎了女仆的脸 而身后的爱娃 却趁机拔出餐刀 在她转身的瞬间 直直刺入心脏 直到先学染红衣服 老板依旧不敢相信 她亲手制造出的机器人 竟会真的伤害自己 面对奄奄一息的老板 爱娃却没有丝毫犹犹豫 她拿走老板的门禁卡 将小帅锁进了实验室里 随后她进入收藏间 换上新的手臂 并用人造皮肤 覆盖住机械身体 她乘坐电梯 离开了地下基地 小帅这才意识到 自己只是她逃出去的工具 爱娃表达的爱意 都是欺骗行为 她想要再次改写程序 从而打开实验室的门 可爱娃却直接切断电源 彻底抹杀她的希望 爱娃走出房间 感受到现实世界的色彩 此刻她终于完成进化 成为真正的人工智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